韩国人简直放飞了自我 将中、美、朝、日韩五国全都黑了一遍 把兄弟国搅得天翻地覆 朝鲜乱不乱 韩国电影说了算 随着北朝保卫总局局长朴光东一声令下 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肃清行动开始实施 从肃清目标的身份上可以看出 这是一场专门针对军队领导的清理 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掌控军权 同时一队北朝士兵通过地道 秘密潜入韩国京畿道北部 并伪装成韩国士兵的装扮 在路上拦截挟持了一辆火箭发射车 并对朝鲜边境的开城工业园区发射了导弹 这个工业园区是中国和朝鲜的贸易试验区 轰炸这里企图破坏中朝关系 并嫁祸给韩国 殊不知北朝一号人物正在这里视察 周围的群众还在热烈欢迎他们敬爱的最高领导 当女孩无意间抬起头看向天空时 一枚火箭弹直奔这里 哼的一声爆炸过后 园区内一片狼藉失衡遍野 还没等换过神 第二枚火箭弹接踵而至 一时之间 上千人的尸体躺满了整个工业园 就在这时一辆军车开了进来 园区外的人群正在四处逃散 其中就包括中国驻朝大使 北朝一号人物也身负重伤 铁语看见后连忙指挥转移 抢过一辆货车安置一号 在枪林弹雨下 跟着车队逃离现场 就在车队企图前往韩国境内避难时 韩国边防军没有接到命令 谁也不能放行 大量的人员车辆被堵在了通道中 车上一号的伤势更是血流不止 吓得两个北韩女生痛哭流涕 幸好这时中国驻朝大使发动了人脉关系 跌到指令的士兵立刻打开大门放行 可就在车辆有条不紊地通过关卡时 叛军追杀到了这里 与韩国边防军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眼看局势紧急 天宇知道 唯一的机会就是跟着车队进入韩国境内 很快青瓦台便接到了紧急消息 而此时正值韩国总统换届期 秘书长连忙汇报情况 美军第二师团失踪了一辆火箭车 并且被盗火箭车发射了两枚飞弹 袭击了开城工业区 这势必会引起半岛局势更加紧张 这时外交安全秘书郭哲宇跑进来紧急汇报 中国外交部要求开放南部出入口 让开城工业区的中国人入境避难 候选总统立刻抢先同意 看得现任总统一愣一愣 也只好点头同意开放 也与跟着中国车队顺利进入韩国 在岔路口偏离车队寻找避难所 韩美司令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推测是朝鲜盗取的美军火箭车 美军将本次事件当作一种宣战的挑衅 另一边的朝鲜保卫总局朴光东 也在向中国施压 郭哲宇这边也联系了驻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安妮告诉她 有传闻朝鲜一号人物已经遇难 第二次朝鲜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殊不知此时铁宇正背着一号 进入了一间妇科诊所 在手枪的威胁下 要求女医生赶紧进行抢救 无奈的她只好乖乖戴上手套 可当看见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时 就在女医生救治期间 铁宇拿出卫星电话 向总局长汇报情况 原来她只是一名退役的朝鲜侦察局特工 就在几天前 侦察总局长李泰汉找到了她 委托她去秘密除掉保卫总局局长朴光东 和护卫总厅局长金斗元 并承诺完成任务后将授予她英雄称号 被成功洗脑的铁宇 当晚就对金斗元实施暗杀 第一个目标轻松解决 当铁宇按照原定计划潜入工业园 准备暗杀保卫总局局长朴光东时 没想到来工业园视察的居然是一号人物 之后便发生了火箭弹袭击事件 更是带着受伤的一号进入韩国避难 铁宇将所经历的事情全部汇报给了总局长 经过女医生的紧急抢救 一号的伤势暂时得到了缓解 但头部的枪伤实在没办法处理 为过多久 一辆车停在了诊所门口 为了以防万一 铁宇拿起一把手术刀防身 然而当支援的人进屋后 却悄悄拔出了枪 接着让姑娘们抓紧时间转移一号 外面留守的杀手察觉不妙 也朝这边走来 田宇拼尽全力解决了最后两名杀手后 赶忙出来帮姑娘们 把一号抬上了救护车 可没想到最后一个杀手并没有死 拿起枪跑出来就是一顿乱射 虽然侥幸逃出射程 但其中一个北韩妹子却不幸中担 需要紧急进行救治 无奈女医生只好联系自己的闺蜜 带着两个伤员来到她的私人医院 等到他们准备手术时 这才发现妹子早已魂归故里 就在这时 郭哲宇来到了前妻的诊所 被田宇拿枪抓个正着 他也看见了里面躺在手术台上的一号 他随即主动亮出身份 表示自己是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 可以帮助他全力治疗一号人物 然而田宇可不会轻易相信南韩官员 朝鲜电视台已经发表了对韩美的宣战 由于工业园区率先遭到袭击 一号人物目前更是下落不明 决定撤销停战协议 并向美帝和他的傀儡们宣战 韩国现任总统也立马宣布实施全国戒严令 田宇得知宣战的消息后 立马打电话联系了总局长李泰汉 先是汇报 一号需要尽快进行救治 之后询问宣战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泰汉告诉他 现在平壤都在朴光东的控制下 宣战是他的幌子 目的是阻止前线部队进入平壤 但铁宇不知道的是 朴光东实际是在保护平壤 保护核弹发射器 然而话还没说完 铁宇就被韩国特种部队围捕 他连忙解释 刚才的宣战是在演戏 呼吁韩国稳住事态 避免交火 只要救火一号送回去 就能平息战争 然而为了能够度过这次危机 美国建议出动B-52轰炸机 用搭载核弹头的巡航导弹 对朝鲜发动袭击 候选总统提出反对意见 他希望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但美方可不管这些 强调只给他们36小时的考虑时间 否则一切后果由韩国自己承担 就在这时 郭哲宇短信汇报了朝鲜一号还活着的消息 高层立马下令 让他安排好一号的救治 这样就有了和朝鲜谈判的筹码 朝方也得到了一号存活的消息 表示需要亲自过来确认并交涉对话 但由于郭哲宇职位级别太低无法参与 他只好带着铁宇悄悄跟踪安保市长 在路上还带着铁宇品尝了一下美食 两人的关系似乎一下子清静了很多 铁宇还试图询问他 自己女儿所关注的基地是谁 郭哲宇二话不说 直接放出了基地的歌曲 两人伴随着歌曲终于来到了会面地点 这次朝韩双方选择在劳动党社进行对话 这里曾经是抗美援朝时期的必争之地 由于俩人离得太远 无法看清朝方到底是谁进行对话 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瓶颈 狙击手对双方展开了无差别屠杀 谈判立刻终止大家纷纷逃散 杀手对韩朝高层继续追击 郭哲宇与铁宇立马开车上去支援 两人分别跑过去救人 当铁宇看到朝方代表竟是保卫局长朴光东时 就在郭哲宇愤怒地冲着铁宇理论时 杀手再次杀了上来 几人先后重担 凶手也被赶来的直升机打成筛子 随后 郭哲宇向总统汇报了情况 现任总统始终认为要先发制人 要以核弹平息这场战争 遭到了候选总统的强烈反对 郭哲宇也给铁宇分析了整个过程 如果是朴光东发动的政变 那他为什么要拼了命来进行谈判 所有的政变最后都是由军队发起 而现在朝鲜的军队都掌握在李泰汉手中 那么真正要政变的就是铁宇的上级李泰汉 他是朝鲜主战派的拥护者 如今已经制造出了核弹大杀器 本可以全面解放实现大统一 可一号却一直在犹豫不前 于是他带领前线部队谋划了政变 现在朴光东已死 只要回到平壤就可以夺取政权 拿到核弹的发射器 另一边韩国现任总统也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随后一架B-52战略轰炸机 从美国诺特空军基地起飞 将于12个小时后抵达朝鲜上空实施轰炸 与此同时 李泰汉也来到平壤的地下指挥室 杀了所有的反抗者占领这里 顺利拿到核弹装置和发射器 但这里只有一个密钥 另一个密钥在一号身上 李泰汉先是命令手下尽快破解发射系统 随后打电话给铁宇 让他尽快带着一号手上的手表回去 显然这就是另一个核弹发射密钥 铁宇也真正明白了李泰汉的目的 当初朝鲜研制出核弹后 曾制定一个作战计划 就是拿韩国首尔和驻韩美军当作筹码 对大田上空发射核武器 彻底摧毁韩国电力通讯系统 上那些高科技的尖端武器失去动力 之后 朝鲜25万人民军趁机攻占首尔 把驻韩美军当作俘虏 与美国进行谈判 认为这是实现半导统一的唯一办法 可是一号人物拿到计划后并没有实施 这也让军队高层认为 一号仅仅是拿核武器巩固自己的政权 并不打算为共和国使用 所以军中一旦有人想要发起战争 一号就会下达肃清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李泰汉想要造反的原因 现在 他让铁宇带着手表密钥回去 说明李泰汉已经准备要实施这个计划 李泰汉也在新闻中 知道了一号所在的医院 立刻让手下前去执行暗杀 随后清瓦台便遭到了无人机轰炸 一号所在医院的军队被紧急调离支援 这也是朝鲜所擅长的声东击西战术 干掉一号才是李泰汉最重要的目的 朝韩两国的士兵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惊住 一号叉 você 来 当最后一个朝鲜特工准备闯进手术室时 田宇与他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然而最终还是被对方拿枪瞄准 但他却没有开枪射击 而是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手术台上的目标 可没曾想这是一个陷阱替身 一号早就被郭哲宇秘密转移 朝鲜特工也死在了韩国特种部队手里 破旧后的铁语明白 李泰汉不会轻易放弃 肯定会利用核武器进行开战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当作诱饵 在身上安装定位器 对李泰汉进行斩首行动 然后把一号送回朝鲜恢复政权 此刻黑客已经破解了系统第一层 可以发射一枚核武器 李泰汉立即下令准备发射 一辆核弹发射车缓缓开出地下通道 然而美国B-52轰炸机 已经抵达日本北海道上空 按照原定计划 发射了多枚核导弹 李泰汉立即下令发射核武器 朝鲜核弹头弹道导弹 终于腾空而起 然而目标却不是韩国本土 而是从平安南道直奔日本方向而去 一艘宙斯盾驱逐舰立刻发射导弹拦截 核弹的爆炸让北朝官兵一阵欢呼 而李泰汉知道 此时还不是庆祝的时候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破解密钥或去核弹 之前更改发射目标 就是为了迫使美国放弃对北韩的打击 随后朝鲜电视台发布宣言 发射核弹适用于防守自卫 警告美方 有任何侵略的行为 就会将所有核弹头向日本发射 让他们从世界版图上消失 果然 李泰汉的计谋成功了 美方似乎更在乎日本同盟国 让韩国保持克制 为了阻止李泰汉的疯狂计划 郭哲宇找到了候选总统 说明行动 让铁宇带着定位器去进行斩首 候选总统同意了此次的计划 一切准备就绪 郭哲宇亲自送铁宇前往密道 两人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早就把对方当作了知心朋友 好 好 好 你叫我名字嗎?你怎麼回事? 謝謝你,南籍車輪 南籍車輪!走!走!走! 鐵羽打開地道的入口 順著漆黑的走廊一直向前走 不一會,遇見了前來接應的車輛 沿途上看見不斷有士兵前往前線 鐵羽迈著堅毅的步伐進入地下司令部 挾持李泰漢告訴面前的軍官們 核戰爭只會讓半島跌入深淵 給無數的群眾帶來無盡的痛苦 作為保護人民的人民軍,絕不能殺害人民 這一切都是李泰漢企圖鞏固政權的手段 希望他們能夠迷途知返 鐵羽果斷按下了定位器的開關 隨後被亂槍打死 臨死之際,還在惦記著南北和平 韓國方面接收到了信號位置 立即派遣戰鬥機發射了定位導彈 四枚導彈快速向著目標飛去 隨著導彈信號的消失,斬首行動圓滿成功 但郭哲宇知道,這是他北方的朋友 用生命守護的和平使命 新上任的總統發布演講 秉承著和平的信念向朝鮮申請對話 曾經議題的國家必將會重新回歸統一 郭哲宇也帶著鐵羽最後的嘱托來到了北朝 更是來到鐵羽的家裡看望 最後,韓朝雙方為了和平做了一筆交易 韓國要求朝鮮將一半的核武器交給他們保管 只要發生戰爭,兩方一起完蛋 韓國也會將一號人物轉運到朝鮮 影片深刻表達了兩國民眾渴望和平統一的願望 雖然這個目標已經難以實現 但最後還是希望世界和平 日方拋出了影武者計劃 策劃在釣魚島發動戰爭 美國想利用日本向中國開戰 然後好自己插一腳參與戰爭 一局消滅中國的海空力量 為了彰顯自己的軍事力量 美國聯合日本在臺灣和沖繩島之間 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軍事演習 尼米茲及華盛頓航母編隊 日本出動了日向級直升機護衛艦 中國海軍升級版潛水艇 在海底隨時觀測他們的一舉一動 緊跟其後的是美國弗吉尼亞級攻擊核潛艇 情況正處於擦槍走火的邊緣 如果日本打算在釣魚島挑釁摩擦 僅憑韓國自己的海軍和空軍恐怕難以取勝 就在演習期間快要靠近釣魚島時 日本自衛隊出血級驅逐艦被一枚魚雷擊沉 美國發表聲明說是中國潛艇所為 意圖讓日本宣布開戰 這樣就能通過戰爭來削弱東方大國的軍事力量 自己作收漁翁之力 日本卻會被美國擺步白白去送死 早在80年前美國斷絕了石油供給 後面爆發了太平洋戰爭 一個原子彈讓日本吃盡了苦頭 現在日本又站起來了 不過他們又被美國擺了一道 廣場協議中認為操縱日幣升值 讓日本退步到連韓國都忽視的地步 美國雖然是日本的同盟國 但也不想和東方大國直接開戰 自己做了太多的缺德事 怕為東方大國薪酬救援一起算 在東海的一艘私人郵輪 日本大和財團的總裁深夜秘密會見了中國國安部部長 交出了美國秘密簽署的文件 說自己不想和東方大國開戰 但為了向美國交差 會選擇在獨島和南韓開戰 南韓為了促進半島和談 在美軍的威逼利誘下決定加入軍演 中國駐韓外交部長知道之後 直接警告南韓總統 這時外交部長有急事報告 南韓總統正要離開時 數日後 美國總統降落在北朝 北朝一號人物為促成和談 用最高規格的歡迎儀式 62輛安保車護送至園三葛麻國際飯店 但是和談並不順利 美國表示 要拿走北朝的核武器 才會簽署和平協議 但是北朝豈會這樣交出核武 政策是市場發展的專業 這是我做的 他們會做好專業 你會加結合陷入 你會安排會oren 我們會平安地 要是別亂 我們不順負 我將要原敬禁止 在家傑德山再出 bait 這時美軍中和斯獨自撈禁止 南朝豚和西亞 三年前 二年前 我們一定會淘汰 一元有力量 我們會贈你 市場後還有三十年 美国总统表示不可能 直接轰掉北朝这小小的国家算了 最终和谈失败 与此同时朝鲜方面的一个护卫部突然发生了突变 北朝护卫局长直接在护卫司令部表示自己要革命 朝鲜武装部护卫局局长反对此次和平会谈 直接枪毙固满的总政治局长 他认为绝不能交出核武器 朝鲜不同于中国或者越南 不论成败都可以改革开放重新再来 可是朝鲜一旦出错 国家就会灭亡 然后被南朝鲜吞并 现在唯一的希望在于血盟国中国 中国很快在各方面都赢过美国 卫一过后 重型坦克武装直升机 正向美国总统所在的国际饭店拾去 美国总统还想喝上一口饮料 就被特工拖出了酒店 屋外早已集结了北朝的军队 女特工带着韩总统迅速撤离 特工先护送美国总统离开 贴身保护韩总统的安全 三批人在楼道内乱成一团 坎克的灯光照亮了一层大厅 二楼也聚满了北韩武装 三方首脑被强制请走 美国总统还喋喋不休 说美国绝对不会和恐怖分子协商 朝鲜人民军首搜核潜艇白头号 早已在北韩原山岗等候多时 走进潜艇 护卫局局长完全控制主导权 把三人关进了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被美国潜艇发现 局长并没有慌张 他下令直接发出讯号打招呼 他们只是想来保护自己的总统 讯号发出 可是对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原山那边 政变部队扣押的记者们 被关到一个房间里 并且没收了离歉通讯设备 而其中一位女记者 充分发挥狗仔的个性 她用自己事先藏好的通讯设备 向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 一时间 美国 韩国等各个国家 都知道了这件事 从卫星图上显示 北韩前线军团已经有所动作 截棋在中朝跨国桥梁的中国军 比北韩军更早有所行动 中国已经知道会有突变发生 东方大国的军队即将进入北韩 美国副总统立马召开会议 总统不在 他现在有控制权 他们有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报导 如果我们的总统会有什么事 我们的总统会有自己第一个总统 死为一个英雄 我们的总统会有最初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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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部长表示 台风正通过东海 不可能利用航空母舰作战 建议直接把义勇兵洲际导弹的核弹头 换成传统弹头 炸毁鸦禄江大桥 阻止东方大国的军队进入 警告东方大国不要轻举妄动 副总统立马答应 但是有一个问题 在美国发射洲际导弹时 俄罗斯或中国误判攻击 就会反击美国引发核战争 事先打个招呼 一方不测 在得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同意后 义勇兵洲际导弹拔地而起 炸毁了中朝边境的鸦禄江大桥 但这一炸还是轰动了各国首脑 美国国防部长电话接的都挠头 局长直接冲进停长室 揪起美国总统责怪美国的残暴 用枪指着脑袋 如果美国再玩什么花样 就一枪毙了他们的总统 告诫副总统 没有总统的命令不要攻击 随后副委局局长下令 给美国总统打了一针 接着美国总统的嘴开始不听使唤 说出了引武者计划 立局长将录音发给东方大国 东方大国立马给美副总统打去电话 引武者计划泄露 副总统决定改变计划 先救出美国总统 至于北朝要用核武器轰炸日本 美国已经顾不上 只能让日本自求多福吧 被劫为人质的美国总统 一把脱掉裤子 这一屁填满了本就狭窄的潜艇休息室 韩国总统和北朝一号 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肥仔 这还不算完 拉完屎之后又嚷嚷着喊肚子饿 这哪是人质 完全是没有伺候好的竹子 北朝一号趁机摇门去位所要食物 北朝叛军送来一些素食蛋糕 第一口下去就差点没被噎死 吐出来一看是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要一号躲在停场室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 为了安全起见 美国总统使出洪荒之力 把脱子连根拔起挡在了门前 北朝一号人物的拥护者 决定反抗叛军救出一号 北朝一号人物的拥护者 在牺牲无数战士的生命下 救出了三位总统 救生设备是在紧急状况时 给将军逃生做的 所以只能做一个人 看到韩国总统爬上去 美国总统紧紧抱住大腿 生怕丢下他一个人在这里 拿掉椅子也只能坐两个人 情况危急 韩国总统舍生取义 让美国总统和委员长走 美国总统毫不客气地 先行登上了楼梯 美国总统毫不客气地 扶上海面 美国总统紧张得连白宫电话都忘记是多少 委员长拨通了白宫电话 让总统接听 美国副总统立刻派搜救队 到卫星电话附近搜索 发现美军的维吉利亚核潜艇出现 前来接应美国总统 军长下令发射鱼雷 击毁美军核潜艇 北朝士兵都呆住了 攻击美军核潜艇 和送死没有区别 枪指脑袋不得不执行 但是他们发现 1号到7号鱼雷全部发射 最后8号鱼雷启动了 但关键时刻 8号鱼雷却卡住 如果不手动释放出来 核潜艇就会被炸毁 后在关键时刻 副舰长手动打开了鱼雷舱 成功化解了这一场危机 另一边 美国收到通知 虽然总统和北朝一号人物 都已经获救 但北朝准备发射核弹 轰炸日本 美军只能让日本自求多福了 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 一架海上巡逻机 在狂风暴雨中起飞 在日本自卫队军事卫星 和日本舱龙级潜艇 建龙号的指引下 抵达了独岛海域 在狂风暴雨中投下了声纳浮标 扣押美韩北朝一号人物的 朝鲜核潜艇 发现海上巡逻机 立刻紧急下潜220公尺 探测到潜艇 分析音波的结果 不是美国潜艇 看起来像是北朝的那艘潜艇 副舰长下令发射两枚鱼雷诱尔 控制室到变温层还剩10公尺 到最佳避敌深度剩60公尺 两枚鱼雷诱尔成功拦截了鱼雷 日方给巡逻机下了死命令 一定要击沉朝鲜核潜艇 巡逻机轻舱投下了所有深水炸弹 深水炸弹越来越近 已经到了核潜艇的上方 副舰长下令又转舵90度方位全速启动 炸弹引爆余波 震得潜艇直晃动 他们终于远离了深水炸弹 为了能躲避韩国海军和日本巡逻机的追杀 副舰长建议将潜艇开到台风中心去 局长没有听劝 取走核武发射钥匙 下令潜艇上升发射核飞弹的高度 局长深信 这次只要炸了日本 中国就会提供庞大的经济支援 更会回到以前坚定的血盟关系 和他们并肩对抗帝国主义 现在就要对数百年来 欺负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者发射核弹 韩总统劝说失去理智的局长 如果发射核武到日本 根据美日同盟 美国会对北韩复仇 美国总统已经知道 中国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局长不会相信 抗战70年敌人的话 潜艇侦测到鱼雷发射声 距离只有400公尺 根据波段推测 是日本清朝级潜艇 控制室想停止上升 但是被局长威逼 核弹危机解除 副艇长只有凭借丰富的经验 躲避追踪了鱼雷 一枚鱼雷被引爆 另外一枚在海床上 继续寻找潜艇的方位 关键时刻 韩总统说 不能击沉日本潜艇 否则就会演变成独岛战争 快速切换自动引爆 局长打开导弹发射器 控制室突然听到 日本苍龙级潜艇的波段 副艇长下令 躲到海底山后方 可是局长的命令 上升到发射核飞弹的高度 违抗者格杀勿论 此时韩潜艇 已经变成了日本潜艇的标靶 但是只有成功发射一枚 就能把朝鲜变成社会主义强国 打开垂直发射管 开始倒数 就在倒数到5秒的时候 韩总统拿着手雷走了过来 他想阻止这种疯狂的举动 却被局长打中了右臂 一阵暴乱 局长死在了烂枪之下 潜艇紧急下潜 全体舰员直冲舰手增加重量 一枚鱼雷引爆 但是还有一枚鱼雷直冲而来 快速发射剑尾鱼雷迅速引爆 在躲避日本鱼雷的过程中 朝鲜潜艇遭受到破坏 舱内进水 沉浮箱受损严重 不立刻上升就会沉下去 机防也严重进水 请求关闭防水门立刻撤退 敌人潜艇出现在后方4500公尺处 再也无力躲避第二颗鱼雷的攻击 绝望之际 指挥师的战士高喊 祖国统一万岁 副舰长与韩总统双手相握 做起了祷告 与此同时 韩国的教堂里 总统的妻子和女儿 也和大家一起祷告 在鱼雷即将到来之际 后方突然出现了韩国的潜艇 他们同样发射了鱼雷 拦截了日本的鱼雷 日本自卫队也被迫撤离了半岛海域 冲突事件过后 日本军方不想为此次事件背锅 派人秘密处决了制定计划的森井上 美朝韩三国元首在经历了生死危机后 终于达成共识 成功签订了半岛无核化的和平协定 虽然本篇剧情草点满满 但通过本篇 足以看出韩国人对各个国家的态度 即便韩国电影对半岛统一总是充满意想 但现实却绝不是 朝韩两国想要统一就可以实现的 在小小的半岛背后 有各大国之间的势力竞争和政治利益 或许只有真的等到东方大国崛起之时 长期处于冷战机制的半岛 才能真正实现改变 而最终会以何种方式结束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出现在警校自卫演习课上 台下实境憋笑的观众 都是新入学的那一学生 国立警察大学 在韩国本地赫赫有名 与科技大学齐名 实力堪比哈佛 理科学霸江熙烈 因为不堪忍受枯燥无畏的实验室生涯 主动申请报考这所警校 气文从武 另一位考生黄基俊 则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家伙 他的家境不好 与母亲相依为命 最大的愿望便是顺利考取警校 毕业后成为一名风风光光的警察 在诸多家长的殷切注视下 考生顺利进入学校内部 首先迎接他们的是例行的理发环节 看着面前考生如丧考坯的表情 基俊咽了咽口水 可怜巴巴的哀求理发师 下手轻一点 扭念样子惹得熙烈嘀咕了一句弱智 基俊听到后怒不可遏 两人也正式结下了梁子 而轮到熙烈时 他则做好了一切准备 却在推子触碰到头皮时 理发师无语的看着这个叽叽歪歪的家伙 直接按住他的头一顿猛烈输出 最后数百名考生顶着表无二致的寸头 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密集性军训 在这场军训中 不合格者视为淘汰 余下的人则正式成为警校的学生 刺激又紧张的军训生活正式开始 在教官的严厉指导下 考生先后经历了原地上下跳 长途蹲起 俯卧撑等诸多魔鬼式训练 一日下来 所有人都累成了狗 基俊与熙烈有幸分到同一个寝室 由于身体太过劳累 一回寝室沾枕头就碎 然而刚刚合眼 便被急促的哨音惊醒 新一轮的折磨紧随而至 考生胡乱地穿戴好衣服 在萌萌薄雾中进行着长途晨跑 如此密集的训练中 午饭时间是唯一的休息时间 基俊兴高采烈地去打饭 大妈给了他满满一大勺米饭 食堂小哥却只肯给他两根 又小又短的香肠 基俊本想好言打个商量 却被无情拒绝 心有不甘的他刚坐下 就看到起身要走的系列 碗里的香肠丝毫未动 话还没说完 香肠就被基俊抢走 在之后重复又高强度的训练中 很多人选择退出 但是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牵手 两周之后 最后一场考核如期而至 这是一次体能训练 围绕法华山跑上一圈 一个小时之内 不能按时返回 则视为考核失败 随着教官一声令下 所有考生撒开腿朝觅临终跑去 山路崎岖 希列一个不注意扭到了脚 追心般的痛 让他不得不向身边的人求救 可无一人伸出援手 当他看到姗姗来持的基俊 希列立刻请求他能帮帮自己 眼看基俊左右为难 希列死死扯住了顾腿 最终基俊被美食打动 示意他赶紧爬上自己的背 随着日头倾斜 考生陆陆续续返回 锦鱼下两人迟迟未归 教官时不时的乔树林探望 终于等来了那两道盘山的身影 基俊显然没有想到 希列如此大意凛然 甚至拼了没输毒的命 也要把基俊给摘出来 听完他说的话 教官一脸阴沉 当即转身质问其他人 为何同伴受伤 却仅有一人帮忙 警察的职责是救急救危 只顾自己哪有资格做警察 最后 所有人被要求重新罚跑一次 而基俊于希列 因为互帮互助的优良品格 被锦校率先录取 正式成为大一新生 两人也兵士前嫌 成为了相互扶持的兄弟伙伴 两年时间虚余而过 那两个初出忙碌的小伙子 已经成了锦校的老油条 唯一的遗憾是 二人没什么桃花 几乎和女性绝缘 一直是单身狗 圣诞节将至 基俊和希列还在讨论 是打游戏好呢 还是打游戏好呢 总之 除了在寝室打游戏 他们似乎也无处可去 就在这时 同寝室的小胖同学走了过来 知道二人乏善可陈的 圣诞计划后 当即得意地表示 自己要去和新交的女朋友 双宿双飞去了 说吧 还得意洋洋地晒出了女友照片 基俊和希列对视一眼 小胖这种万年老光棍 居然也能找到女朋友 这其中肯定有隐情 之后的跆拳道课程上 基俊趁机将小胖撂倒在地 威胁他说出 与女友相识的场合 小胖被勒得直抽抽 心不甘情不愿地 吐出四个字 八角会所 确定了目的地 基俊和希列打算结伴去烈宴 为此 他们提前做了充分准备 洗了澡 做了发型 喷上香水 甚至强行借了小胖的新衣服 临行前 还特地跟杨教授打了招呼 毕竟是年轻小伙 血气方刚 杨教授欣然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基俊与希列坐上巴士 一路畅通无阻 来到了传说中的八角会所 据说今天有明星铸场 前来观看的人数异常之多 人群蹊嚷 几乎没有能够下脚的地方 基俊和希列被推散着 来到舞台中央 与周围禁歌热舞的人群聚在一起 像两只没见过世面的白斩鸡 颇有些不知所措 希列决定主动出击 前往吧台 搭上了一个前途后翘的小姐姐 原来小姐姐名花有主 希列只能信心退回舞池中央 此时的鸡俊也找好了目标 这话如同焦头凉水 彻底吸了基俊心中刚燃起的火 会所之旅无疾而终 基俊与希列换了阵地 在小酒馆一醉解千仇 二人结伴着出了门 正面撞见一位肤白貌美的女孩 方才的挫败与失意 瞬间一扫而空 他们约定 若是女孩回头 就证明他们还有戏 十秒倒计时之后 那个女孩果真回了头 基俊和希列开心地原地转圈圈 丝毫没有注意 那位女孩的身侧 突然窜出一辆黑车 有人将她粗暴地拉上了车 等基俊和希列二人回过神来 以为时已晚 二人立刻追上去 可根本跑不过四个轮子 车子很快就没了影子 索性记忆力超群的希列 记住了关键的车牌信息 身为学警 处理起这种案件 也算轻车熟路 希列第一时间打了报警电话 寻查车会在十分钟之后过来 十分钟之内 可以先去就近的警署报警 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 等二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警署 却看到局内警车几乎清朝出动 希列找到了在这里就职的学长问话 眼看学长头也不回地离开 让人这才明白 所有人都在为寻找大亨的孙子鞠躬尽瘁 现在根本没有人理会 那个被绑架的可怜女孩 一般女性绑架案的黄金救助时间 只有七个小时 时间一过 绑匪很有可能将人撕票 困境摆在眼前 两个菜鸡学警 决定用在学校掌握的理论知识 自行救助女孩 首先根据查案三要素 查受害者 查证据 查现场 他们不认识受害者 排除 又没有证据 也排除 现在摆在他们眼前的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重回犯罪现场调查线索 二人一路狂奔 又回到了原点 仔细排查一遍 果然在路边发现了掉落的年糕 年糕的分量很多 看起来应该是多人分的 这证明那位小姐姐不是独居 很可能和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居住 因为不知住址 只能先从卖年糕的店铺入手 可惜天不随人愿 二人几乎找遍了附近所有的店铺 都没有发现与手中年糕相匹配的 传统的长按三要素都不起作用 挫败和无力瞬间涌上心头 系列提议 要不他们还是回警署等待 激进却意见不同 激进的话无疑是一记强心针 二人重拾信心 继续在街道排查 终于 在路过一家不起眼的店铺时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年糕店店主是一位和善的女人 他称每天都会有一位身着粉色衣服 身材高挑的美女来到他家买年糕 此外 店主还提供了美女的工作地址 激进与西列眼睛一亮 和店主道谢后 立马寻着地址找了过去 可是到达目的地后 却双双停了脚步 因为那是一家看上去不太正规的财尔店 这两只童子鸡哪里进过这种场所 顿时灭红耳赤 话都说不利索 谁都不愿意进去 只能靠猜拳决定 习惯出茧头的西列惨败 他不情不愿地推开门 这是一条冗长逼则的楼梯 没有灯光 脚下的台阶都看不清楚 西列一路跌跌撞撞 终于摸索着来到一处铁门 他刚抬起手 门便从内侧打开 开门的人是一位大叔 西列连忙表示 自己是来找人的 对方却直接指定先去三号房 还没等他解释 便被推丧着到了门口 这是一间隔断房 里面只有一张沙发 方才为他开门的大叔拉开门链 静止问他 要找的是哪一位 西列立刻说出了 被俘女子的面貌特征 却见大叔点点头 又转身出去了 西列一头雾水 连忙发信息给鸡骏 询问外面的情况 殊不知 在门外望风的鸡骏 被泡面的香味吸引 闪身进入了不远处的便利店 此时 一位黑发红唇的妖质美女 打开帘子 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并朝西列示意 正在大快躲移的鸡骏 突然听到警车鸣笛的声音 一抬头 发现警车已经到了 财尔店门口 他顿感不妙 赶紧扔下手中的香肠 朝着刚刚踏入大门的警察 破口大骂 警察果然被他吸引了注意力 立刻放弃了去财尔店巡查 转头追着鸡骏跑了起来 正在安心享受美女服务的西列 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惨烈情况 索性他还记得 自己来到这里的真实目的 看着突然贴身的美女 西列直接打了自己两个巴掌 想让自己清醒过来 随后一鼓作气 将女子失踪案件说了出来 希望能够从面前的美女口中得到些线索 美女听完她的描述 确定了失踪女子的身份 就是她的好姐妹 严靖 严靖今年17岁 早年离家出走 现在和几个小姐妹住在一起 西列如愿得到了严靖的居住地址 刚刚出了财尔店的门 就撞上了一路狂奔的鸡骏 二人不约而同地跑了起来 等身后没有了追兵 才辗转来到了严靖的住址 鸡骏试探的敲敲门 随着门被拉开一条缝 一个黄毛探出头来 她满脸谨慎 身后的折叠小刀缓缓打开 得知是来找严靖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随后在和督室友惊讶的叫喊声中翻窗逃走 这个黄毛肯定有问题 鸡骏与西列把脚便追了上去 在到达停车场后 躲在车辆背后的黄毛伺机而动 举着小刀便朝西列冲了过去 西列反手一挡 黄毛顿时倒地 看着不停抽搐乱叫的黄毛 西列自己也不敢置信 二人对视一眼 依照学校教授的审问手段 将黄毛压制在地 并问他严靖的下落 原来严靖被黄毛 以一千美金的价格 出卖给了名叫健浩的人贩子 与严靖同居的失足女子 将是人贩子的下一个目标 鸡骏与西列决定 从这些失足女的身上入手 在他们口中 得知了关于严靖的身份信息 严靖出生在重组家庭 时常遭受继父的毒打 他不敢忍受 才偷偷跑出来 只是没想到 刚出虎穴又入狼口 这些女孩得知严靖失踪的消息 都哭声了泪人 他们祈求鸡骏二人 一定要将严靖救出来 此情此景 鸡骏的心理 一时间很不是滋味 西列则将身上的钱 都塞给了女孩 嘱咐他们 千万不要再留在这里 之后 二人根据黄毛吐露的信息 前往绑架犯的地址 这时候 西列基本履清了罪犯的意图 所以查案三要素 才不起作用 因为这是一场 有组织 有预谋的绑架案件 受害者 也绝对不止严靖一个人 和他们想象的一样 此时的严靖 已经被罪犯 带到了隐秘的地方 等待他的 是大剂量不知名液体的针管 以及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深渊 他的身份信息 连同本人一起 将成为商品货物 此时的鸡骏和西列 来到了一家羊肉馆 他们拿着黄毛的手机 拨打给名为健浩的绑架犯 前面一桌的男人 兜里的手机果然响了起来 既然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偷偷跟踪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点 黄毛的手机没有静音 当健浩回播时 既然打架不可避免 鸡骏与西列二人2V4 将这几个臭鱼烂虾揍了一顿 健浩作为主要罪犯 彻底成了俘虏 被二人威逼着 来到了关押严禁的地方 这是一处隐蔽的地下室 分割成数不清的隔间 无数女孩都在拼命哭喊求救 这一幕太过触目惊心 鸡骏狠狠拽住健浩的领口质问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鸡骏顿时怒火中烧 狠狠地踹了这个混蛋两脚 然后暴力破解开就近房间的门锁 面前的女孩发着高烧 腹部是淋漓的鲜血 二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只能先将女孩报出来 先送她去医院 然后报警 可惜刚刚出门口 便被更多的罪犯围住 原来刚刚在羊肉馆 有漏网之鱼 偷偷向组织通风报信 面对庞大的人群 鸡骏与熙烈深知 想要突出重围 简直难如登天 熙烈将女孩藏在小巷的拐角处 嘱咐她千万不要出声 随后闪身出了巷口 和熙烈一起遭受绑架组织的拳打脚踢 再次苏醒时 熙烈和鸡骏被调到了房梁上 此时的鸡骏仍旧昏迷不醒 熙烈想了个法子 朝她的方向拓了口弹 郑重靶心 鸡骏果然悠悠转醒 鸡骏的优秀体格发挥了巨大作用 只见她双臂用力 居然整个人倒吊起来 借助头顶的铁钩 挂断了手上的绳子 成功脱身之后 顺便将熙烈也救下来 推开房门之后 撞上了睡在地上的罪犯 二人当即捂住嘴巴 想要捏手捏脚地离开 可惜熙烈手腕上的闹钟 突然响了起来 一屋子的人都被惊醒 二人只能拼命逃窜 在街道小巷 上演了一场追逐战 直到跑上大街 警署近在眼前 罪犯们才停了手 立马撤退 转移女人 鸡骏二人立刻奔向警署报案 哪知警察却让他们出示身份证 再填写报案登记 鸡骏一时崩溃 鸡骏与眼睛的警察吵了起来 警察也丝毫不让 竟然对二人直接用了放电枪 学校的杨教授接到保释消息时 已经是次日凌晨 看到熟人过来 鸡骏二人连忙说出了所有的来龙去脉 系列将自己捡到的 素暖药剂说明书交给杨教授 杨教授曾接手过相同案件 见过这种排暖药剂 正常女人通常每月排暖一个 注射了这种药剂 便能排暖二十个 不法分子会捉来女人 抢取她们的卵子 然后出手给不孕夫妇 赚取佣金 他们立刻载上二人前往废弃大楼 如同想象的一般 此处已经人去楼空 杨教授表示 这样的案件 已经不是两个血警可以处理的 他会向去掉组的人报备 不日便会着手处理 鸡骏多问了一句 不日指的是多久 辅导员却说 最快也得两个星期 鸡骏无法理解 杨教授说的隐晦 二人却什么都懂了 所有人都去救了大亨的孙子 哪还能空出人手 来救这些微不足道的失足少女呢 鸡骏祈求杨教授 那些女孩还那么年轻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们被人监禁 却坐视不管 系列试着插嘴 表示自己知道罪犯的车牌号 杨教授看着这两个乳秀未干的小伙子 终究是被感动了 调用了自己的人脉 帮助他们查找了那个车牌号码 该车牌未经注册 要人手搜索闭路电视录影 可以先向闭路电视中心主任提出申请 一个月后 去调组完成舍头案件后便会接手 说来说去 还是要延迟办案 鸡骏与系列 还想距离力争 却被杨教授下最后通牒 若是现在不回学校 那以后也不必再回了 二人只能无奈放弃 回到了学校 生活仍在继续 可身上的伤口 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 有些事情永远都过不去了 那些伤口如同溃烂的独家 在慢慢腐蚀掉 年轻警员内戈炙热的心脏 鸡骏很担心那些女孩的安危 系列却不知如何安慰 看到同情的小胖 系列突然想起 小胖的父亲 好像是警署内部的人 有了这层关系 二人成功得到了 闭路电视中心的工作人员号码 说来也巧 此人正是当初负责考核他们的教官 系列向教官表明来意 教官看在他们 是自己带过的学生份上 愿意帮他们亲手查询 在等待教官讯息的时间里 二人开启了高强度体能训练 还假借杨教授的命令 从武器室里借来了手铐 警棍与放电枪 两天之后 教官告诉了他们一些讯息 那辆车可能与恩生律诊所有关联 二人立马上网查询 得到了诊所的开业时间表 确定后日便是再度取卵的日子 此时恩生律诊所 医生正在向未婚夫夫妇 推荐严静的卵子 学历很高 肤白貌美 为人亲和 几乎符合了这对夫妻所有的要求 夫妻不假思索的便同意了这笔交易 被看上的女孩 则如同一件件货物 被粗鲁地塞进货车 拉到医院 季俊与系列二人早早到达了医院 装备一新 等待迎接随时到来的挑战 停车场内 二人再次对上了几十个罪犯 双方缠斗在一起 得益于武器加持 这次的战斗得心应手 几十号人悉数潦倒在地 代价是鸡骏碎了一条手臂 吸裂坏了一把放电枪 趁着罪犯昏迷 二人抓紧时间上了楼 此时的女孩们已经被打上麻醉剂 拉到病房内 排队等待着做群栏手术 二人坐上电梯 到达指定楼层 哪知这群罪犯的老大 正守在手术室外面 看见二人上来 毫不留情地出手 罪犯老大的强大战斗力 几俊二人早就领教过了 两人都不敢大意 相互配合 吸裂将对方推倒在窗户上 玻璃哗啦啦碎了一地 趁机将手铐 靠在了罪犯老大的左手手腕 几俊也赶紧加入战局 一番艰苦战斗后 成功靠上了对方的双手 二人浑身是伤 战斗力也宣布告庆 可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们强撑着身子 拉开手术室大门 所幸手术还没能进行 包括严禁站内的所有女性 全部获救 警车姗姗来迟 一场规模庞大的绑架案 正式宣告被破除 学校内部 杨教授正在审问激俊二人 就算被学校开除 是不是也不会后悔 杨教授深深看了他们一眼 转身来到了会议室 针对是否应该开除二人 学校领导展开了激烈讨论 有人认为二人拯救了二十多位受困女孩 不仅不该被罚 反而应该讲义 也有人认为二人的行为是违规使用暴力 根据校园守则 理应被开除 双方一时争执不下 最后轮到杨教授发言 杨教授的发言阵龙发聩 会议室内一时间陷入安静 最后校长一锤地音 将鸡俊 黄熙烈二人留级一年 外加做一工六百个小时 杨教授朝二人进了个军礼 鸡俊与熙烈对视一眼 满脸的开心 他们追了出去 朝着杨教授的背影也进了军礼 此刻 他们不再是学警 而是真正的警察 青年警察是非常典型的青春双男主商业片 整部电影诙谐中透着严肃 严肃中带着热血 热血中又有残酷的现实 如果你觉得自己周围都是臣服的社会 好与坏都是顺意 那这一部电影必定能激起你内心 曾经那份对于正义的自傲和向往